乘客搭火车时有可能会粗心坐到反方向 但列车开错方向的是恐怕没多少人碰过 印度约有1500位农民到首都新德里参加抗议集会后 于21日晚间实时坐上夜车准备回到马哈拉斯特拉巴 但列车行驶了160公里 他们才惊觉火车前进的方向是错的 农民指出火车路线应该要陆续通过北方邦 拉加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在抵达目的地 但到了22日凌晨4时火车竟然开到了中央邦 这根本不是列车的预定路线 因此乘客联盟通知驾驶 农民让普胡斯特夏格山哈希特指出 他们最后在中央邦的一个小车站 Benmore停下大家都非常生气 毕竟列车走错方向有可能因此发生撞击事故 直到铁路部门承诺该辆列车处于安全之中 农民才回到火车上 印度铁路局对此澄清 这趟行程是通过另一条路线运行 并不是开错方向而乘客可能因为返程路线 汉来的时候不同才会感到困惑 但这并不是印度火车第一次发生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在上个星期印度卡纳塔克邦一辆列车的引擎突然发动 在无人驾驶下自顾自的驶离现场 驾驶员下得骑机车狂追 最后这辆火车逃了13公里 终于被停下来 2011年 有1000名朝圣者从南部城市地鲁帕 D.Tarabetti前往印度北部城市瓦拉纳西 结果被载到离目的地260公里远的地方